再把它复习一下 盡可能的 这边都有 刚刚讲的 最后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本来是写10 但是这里的话 我是写多一个这个 那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以后你的到哪一列不确定 那你一样 因为我们后面这一行 前面都写过 向下追踪 那只是说向下追踪的 位置 如果你用Range 1 他会以为你现在游标提的那个工作表 OK 那前面多个叙述意思 就是说 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工作表里面 就像如果你现在在台北市 你就不用说你在台北市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在高雄市或台 那你就前面要加一个 你的县市名称 不然谁会知道 你是在哪一区 可能或者哪一条路 在中正路上面 中正路 全台湾到处都有中正路 谁知道你在哪个中正路 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台北市 那就不用了 大家都知道 你也在台北市 我也在台北市 那你就不用再跟我讲你在台北市了 OK 类似有这种概念 好 那 那这个是第一个 启动表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了这个部分之后 那我还希望 当我启动它的时候 按下这个新增能够walk 那walk怎么walk 点它两下 特别是说 它这个执行的方法 写程式的方法很特殊 点两下 它就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这个是那个原件的名称 叫CommandButton1 不过你也可以改名称 然后暂时不改 简单一点 背什么 背Click 当然它还有很多方法 你不用改 因为Click 如果你乱改 改成什么 Double Click 那它以后只会Double Click 才去执行 那就不对了 人家点一下 奇怪的没反应 点两下才可以 那这样就不太好了 OK 所以 预设是Click 好 那当它Click 要做什么 就是 帮我填资料进来 那填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你特别追 第一个我要先知道什么 知道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那最下面一列 其实就是 从A3 是不是从A3去侦测吧 A4好了 A4向下侦测 A4向下侦测的写法的话 前面也写过了 所以 这个劲可能常常打 因为打A4 打习惯之后的话 那当然你就动作会比较快 如果前刮虎向下侦测 有没有 点肉 这样就可以了 OK 然后 记得把它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 我不能写在最下面 我要下面一列 下面一列 OK 然后写什么东西呢 我A B A B C 我OK知道 D不用 D是帮他算的 1的话也是知道的 那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打一个Sales Sales R列 有没有 最下面那个 A栏 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分别放那个 等于 哪里呢 诶 这个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里面的东西 怎么抓呢 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 那个东西 上面叫textbox1 如果你没改名称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textbox1 电 里面的资料叫text text的属性 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放到A栏的最下面一列 那意思类推 A放进去之后呢 那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B 所以我把这个一样 拖範一下 复制 这个是B 那这边改成2 如果你没有改的话 理论上这个是第二个 再来第三个 就是ABC C 这个是3 最下面那个的话就是 1 然后放什么呢 这个就是 不是text 它是什么 什么 combo box combo box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验证到底有没有打错 小写都打小写 移开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移开 它还是小写 那表示你打错字 也是一个验证 OK 好 全部填完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执行看看 那再来 你可以填 不过你会发现 它有个缺点 游标没有移到那边 所以这个可以 可以再修正一下 那这将来 假设我们把它停在这边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 填完资料 然后名字的话是 AA 生日的话随便打一下 户籍地随便选一个 新增 它会不会出现 一笔 可是还少 生日 跟 那个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怎么做 其实还可以 这个地方 我缺什么 缺那个 那个什么 D D欄里面东西 那D欄里面东西 你可以用另一位 之前讲过的 就是怎么样 把公式丢进来 那公式 因为Datif 其实在 VPA里面呢 没有对应的 这个 比较好用的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公式 复制之后 贴到这里面来 那之前 是改这个 如果有双引号 变两个 这个固定规则 都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两个 加一下 那把什么呢 把这个25 改成什么 本来改成I 那这里不是改I 改什么 其实 要改成R 有没有 改这个R 因为我们是从R列的地方去抓 所以这地方的话 一样双引号双引号 endend 这边加一个R 然后前后怎么样 把它空白一下 OK 好 它帮我算 那最后呢 还有个D栏 那D栏怎么算 其实D栏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 跟这样 不是 C 最后还有个什么 F 符不符合条件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 因为安养中心函数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什么 我们前面不是有写了一个安养中心函数吗 的一个方选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直接拿来用 OK 那你这个安养中心函数是呼叫什么 呼叫模组里面的安养中心函数 它一样会跟你要两个东西哦 所以其实这个方选呢 不是只有在插入函数用哦 你还可以在表单里面用 那他一样会怎么样 钱挂护的时候 他会问你年龄 那年龄在哪里 年龄不就是刚刚D栏的东西 那再来户籍 那不就是在E栏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在后面放两个栏位的东西 就是R列的D栏的东西 跟R列的E栏的东西 那所以我这样输入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我算出 年龄跟符符合条件 那这样五栏全部就完成了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其他其实还有 比如说避免资料错误 比如说第一个他没输入怎么办 你按新增 你要防呆 防止 没资料 怎么可以输入 那请务必要输入资料 不要让他输入 第二个身份制号一定要使码 或者一些规则验证 那你要验证一下 不然他输入错怎么办 就错了就错了 之后更麻烦 不过时间关系 先讲到这里 下礼拜也许再来看这个部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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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